3D打印它的原料都是什么呀 像刚才佳音穿过的这件衣服 软的 对 但看上去是硬的 上面还有一层微微的 像绒毛一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材质 这种材料叫TPU 是尼龙粉末的一种 尼龙粉末的一种 对 我可以用力捏一下吗 会捏断吗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 但是有一定的弹性 对对对 我再试试这个 这个是硬的 这是两种不同的材料 这个是尼龙粉末 这个是叫TPU的粉末 TPU粉末 再给我们观众朋友 和企业家介绍一下 这三件作品 这个是咱们用的水泥的 这样子的方式来打印出来的 这是水泥的 对的 那么我们用这个技术 现在已经开始在使用的 比如像打印桥 房子 河堤 还有这些不按 这是干嘛用的呢 这是一个零部件 比如像在做打印之前 会做很多的这些测试 那么来测试它这个性能 和它的这个就是形态 是不是进行匹配 比如像它的这个曲面的 这个造型 是不是可以承受 这样子的打印工艺 这种呢叫光固化 就有点像咱们女生 光固化 是通过光敏树脂 凝结而得到的形态 这个很重吧 这个不重 其实 不重 最轻的应该是它了吧 这个是给咱们演员 去做的道具 这个好轻耶 对 好轻啊 比这个重量轻多了 我试着能不能戴一下 从后面 戴眼镜的战士 您帮我摘一下眼镜吧 好的 好 我试着挑战一下 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卡了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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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好 应该打印一个眼镜 上不去了 眼镜戴不上了 还蛮帅的 真的是蛮帅的 但是我为什么要亲自戴一下呢 倒不是我多好奇 我只想感受一下 这个重量和舒适度 首先它里面有一些 海绵部分的软衬 会让我们的舒适度会好一些 其次 它的重量真的很轻 而且我摸起来 它的表面非常的光滑 如果不是王磊告诉我 我真的都不想试它 我以为是纯金属打造的 真的是很神奇 这上面的花纹 包括它们这些图案 都是我们3D打印 直接就打印出来 直接打印出来的 而且那么复杂的造型 其实是一体就出来了 这个花了多少时间 几天就可以做出来 但是我们做数据的功夫是有的 这个时间就比较长 您好像说起来 我们也听着 3D打印好像很简单 它完全没有难度吗 它目前来说 最大的难度和难点在于什么 其实是在内容输出 就是在咱们做数据的 这个部分 然后还有加工的工艺 就是我们的数据要跟材料进行匹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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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